是的 就在反弹会发文说 开档调查某前任部长拥有巨额款项的案件后 前清体部部长塞沙迪跳出来承认 自己就是当事人 不过他说 这笔仪式的25万令吉款项 是他和父母用来支付新房子装修费的存款 塞沙迪在社交媒体上撰文解释 该笔巨款是他和父母的存款 由于他个人决定和父母一起买房子 因此才有了这笔存款 作为房子的装修费和添购电器家具的费用 他也说明 遗失的款项介于20万到25万令吉之间 并强调这笔钱并非不易之财 他和家人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因此才会向警方投报 而反弹会接到投报有责任展开调查 他也有配合反弹会的调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